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指出中国的渔船在全球各地从事大量的非法的不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作业 中国的渔业部门的强迫劳动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外交部对此的回应和评论 同时给出我们的相关的看法 中国外交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 重视渔业的资源科学养护 还有可持续利用积极的履行国际义务 这里的问题就是当时发表这份言论的是当班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这里的话我就感觉到有疑问了 我就想问一下汪文斌先生 那么你有什么根据呢 就是面对记者这样的提问的时候 当一上来就给中国下这样的一个定论 中国外交部很明显没有这样的权力 或者说呢这个能力来鉴定你整个国家的海外渔业的这个捕鱼的这个活动 是否合法是否科学了 因为这个过程是涉及到了一个海洋科学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调查 或者说是一个科学问题 应该交给科学家去回答 中国呢有本事要成立一个什么真正专业的独立的海洋渔业调查机构就可以了 或者你接受其他国家的第三方的国际海洋渔业调查也是可以的 但中国恰恰没有这样去做 就像武汉肺炎 现在中国呢仍然拒绝提供当初的最原始的病毒的这个毒株的样本资料 或者说拒绝的给国际社会进行共享 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如何相信中国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呢 接下来呢中国文教部说中国建立了完善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 执行了全球最严的渔船船废监测管理措施 那这里就问题就来了 那么中国按照常理来讲 它是你承认中国的官方自己说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常来讲的话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会执行全球最严的渔船的船位监测管理措施呢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这是行不通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 它不仅仅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达到发展国家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它的很多科学技术上处于不完善阶段 这也当然包括它的海洋技术 所以说如果说中国敢于说它自己执行全球最严标准的话 那么国际社会为什么要对此恒加指责呢 或者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说 中国在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的这个公海海域 如此的这种对当地的这种资源 可以说用四个字来讲就是节责而渔 对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造成的这种毁灭性的影响 是数百年都难以恢复的 中国为什么不对这个问题正面回答呢 这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中国拿不出能够彻底排除国际社会怀疑的直接证据 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在这个地方回答的时候 真正的这个逻辑上的破绽所在 另外中国外交部还说 中国加入了八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中国的旅行这些管理组织 这种渔业捕渔的这种自律协定的这个成绩呢 是名列前茅的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么中国呢 既然说他加入了这八个组织 那哪八个组织呢 为什么不说明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会说我们限于记者会的时间关系 我们只好说数字 具体的这个组织的名单呢 大家可以参照中国渔业管理协会的 比如说这种行业性的网站等等 但其实恰恰的是 中国加入的任何的国际组织 哪怕就是联合国都能够被中共渗透 更何况是什么小小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 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统战模式最拿手的好戏 恰恰就是在他希望捕获的这些国际组织当中 赚得盆满钵满 这就是中共高层 对于中共统战部门的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呼吁国际社会擦亮眼睛 持续的在中国 在各个地方 特别是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 这些海域当中进行的这种非法的捕鱼活动呢 加大施压的力度 让中国尽早的公布他们在国际社会上 在国际公海领域捕鱼的斑斑劣迹的真相 还国际海洋领域一个真正明亮的一个天空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